OK 9日美国东部事件 现在是凌晨事件 这个美英两大情报机构 中情局和军情六处首脑 除了昨天提到了中俄 是对美国冷战之后最大的威胁 还提到说中国的崛起 是21世纪主要地缘政治和情报的挑战 提到说乌克兰战争中东冲突 这所有的背后都跟中俄有关系 同时也谈到了充满争议的国际体系 有一系列的所有的东西都面临的 无论是卫星 无人机技术 网络站 社交媒体 开源情报 海上飞行器等 都和中共国正在全方位的进行挑战 这个我们想听听 这个斯蒂佑先生 你怎么看啊 谈论这件事情意味着什么 分享一下 所以就是 从这个方面 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 我们可以看出的就是 你看就 英美的这些这个情报机构 他或者说相关的这种什么调查 调查机构 或者说司法机构 这些机构 他其实对于中共的评估 一直都是在不断的刷新 然后接下来还有一点非常重要 是就是 他们对于中共的这个定性 其实也就是间接的决定了美国的这个政策 因为你想就是坐在最上面那些头头脑脑 美国总统啊 首相啊 这一系列 这一系列他们所做的决策 或者说是 嗯 一系列的这种政策的实施 都需要有很大的这种情报数据 呃 或者说是这种调查报告的这种支撑 他才可以去行动 不然的话 他的这种行动来源是什么呢 对吧 他不可能说是凭空就就说我我就想这样干 在这个西方 他是不可能是这样子的 所以嗯 我我可以我可以看到的就是像美国 他的这一系列的这种啊 机构嗯 独立 他们的这种独立调查 以及他们相应的得出来的这种独立的这种结论 绝对会对美国啊 针对中共国 以及俄罗斯 他们这些邪恶国家 这个 这个就是嗯 一系列的这种政策和嗯 美国看待中共国啊 就是对对待中共国的这种国家战略绝对是都是会起到决定性影响的 所以嗯 其实我觉得就是处在呃最高层的他们的这种依据可以说就是来源于嗯 他们这些机构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我觉得嗯 美国他对于中共国的这种看法或者是吧 之前沙利文访问中国的时候那个什么中国官方他要求沙利文要改变对于中共国的认知 但是这种认知不是说就依靠说他就改变他的这种想法就可以去直接去改变的他需要去你就是根据这种事实依据来看 像这个呃情报机构他说的非常明确就是他们他们得出来这种结论的依据是在哪里就是依据于 他一场场这个国际上面的这种冲突俄乌的这种危机也好还是中东的这种乱局也好 其实他都是呃在这个背后最后他们探究出来背后都是有中俄的这种影子他们才会得出来这种结论对吧 所以我觉得就是呃说到了呃可能就是未来的这种大选 他能不能改变说真正美国对于中共国的这种认知我觉得改变不了 因为因为他的这种认知是吧不是依靠说一个领导人他脑袋里面就是呃这种独立的思考的方法 他是需要有非常非常多的这种佐证和依据才能进行这种判断的 所以一旦提供给他的这种佐证跟依据的判断都是对于中共国来说负面的 甚至是把矛头直指中共国把就是英美欧洲西方这种国家的这个目标都瞄准到中共国的时候 那我觉得这个西方的这种手脑他们也不可能说是逆这种形式非要对吧逆潮流而为 所以我觉得就是可以说是未来的这种大选呃的这种走向基本上不会影响到呃说美国 他就是呃对于中共国这方面的这种看法以及呃战略上面的这种呃考量和判断 所以呃从这一点来讲的话 我觉得就是美国他的这个国家战略啊 或者说他的这个国策其实已经非常定型了 除非说中共国是吧有颠覆性的这种呃就是情况发生 不然的话那美国我觉得他会按照他既定的这种国家战略 以及他所得到的这一系列的情报的依据 继续按照他们的这种方略啊 就是稳步的向前进行推进路德 好这个除此之外啊 这两天还有哪些你要跟大家分享的啊 除了咱们今天说的话题啊 我想你肯定有很多想法分享一下 对就我再说回来这个吧 因为就是你看这些情报机构是吧 比如呃现在是呃 FBI哦就是如果说对外的话是CIA或者说军情六处 但是对内的我们可以看到的是FBI FBI他实际上已经开始在用他的这种执法权在进行肃清了 所以就所以的话我们可以看到是美国你看 你看现在他对于中共国的这种渗透 他的这种力度或者说他的这种行动的 坚决的这种程度其实是嗯超过了我们的这种预期的 因为嗯很多时候是吧他他很多时候我觉得他调查的这个时间 或者说是他行动的这个效力都是在增强当中 所以嗯 这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嗯 我觉得就是美国对于中共国的这个认知 他其实是已经到了一个啊 就是就是重新认知的这么一个节点了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嗯包括你看最近抓的那些中共国的什么特务啊 什么唐元俊啊什么呃什么王淑军啊这种人是吧 然后再到嗯就是再到这个就是呃包括这个孙文 他就非法的进行这种外国代理人的这种操作都可以看出来 就美国其实他这个政治生态的社会还是嗯其他的其他一些内容 只要被中共渗透了之后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美国他其实都在拔毒 这个一点就是从第一点意义上来说 第一个他的这种就是驱除淤毒的这种效果应该是立马可以见到的 也就是你拔掉了对吧拔掉了这个次 虽然说中共国他可能从当中得到了嗯一些情报或者信息 他们的哪些点就是处于危机状态 但是从另外一点来说他的这种就是嗯从根源上来说 他肯定会减就是减弱中共国对于美国渗透的这种力量 第二个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对于美国他这个政坛的这种震慑很重要 因为你看现在嗯包括像路德之前说的这个之前啊 说就是雇雇那个孙文的那个美国的呃华裔台湾台湾裔吧 台湾裔的那个呃议员孟昭文是吧 他现在就急于去撇清 所以这个其实对于美国政客来说 对他们的这种威慑力或者说震慑力都是有非常非常重大的这种效果 因为大家现在是吧都是急于去撇清和中共国的这种关系 因为一旦不撇清是吧 或者说你已经被怀疑上了 那其实你在你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你已经进入了这个调查机构 或者说是情报部门的这个呃 就是目标当中和事业当中 这个对于他们的这种政治生涯 或甚至是这种人身自由的威胁都是非常非常大的 所以我觉得就是如果说嗯 他们没有说有真正实质上的这种呃和中共勾结的行为 但是沾染就是会被怀疑的话 那我觉得这种人他们绝对会第一时间撇清 如果从高了来说那就是美国总统是吧 无论是呃拜登哈里斯还是未来呃有可能是川普 这种他们的背后绝对都会去被怀疑上啊 就是和中共或者说和和俄罗斯有沾染 那这样的话对于他们的这种政治仕途都是非常非常不利的 你看像像川普的话 当时这个中俄中俄对于美国的这种威胁 或者说美国还没有评估出来他们的这种威胁 当时他的通俄门都已经搞得那么让他那么焦头烂额 那如果到现在他如果说真的川普上台了 那再来一个通共门是吧 或者说是什么再第二波这种通俄门 那我觉得对于川普的这个执政生涯 也是毁灭性的这种打击 因为毕竟对他来说只有四年了 他不可能再去继续的去影响 就是延续他的这种政治影响力了 所以我觉得就是 所以就是我觉得对于 对于美国所有从上到下的这种政治政客的这种影响力 就是他们为了延续他们的这种影响力 他们都需要去给予撇清和中共国的这种关系 因为一旦战争中共国是吧 你就算没有什么重大的这种违法犯罪的事情 但是你一直被调查部门就是列为这种被调查的目标 其实也是让人非常非常难受的 甚至会遭到就是对吧 就遭到一些就是你你政治对手的这种攻击和以及舆论上面 对于你人设的这么一些抹黑 我觉得这个对于一个真正想要去在美国政坛有所作为的人来说 其实都是非常非常不利的 所以从这么一点来说的话 我觉得就是他的这个深远意欲对于美国政坛来说都是非常非常大的 也就是说未来可能不会有人再愿意和中共国进行接触 或者说跟中共国之间有任何的这种粘连 因为一旦这种粘连对于他们来说都是潜在的这种污点 和他们就是潜在的这种被调查怀疑的可能路德 好的好 关注一点啊 非常感谢斯丁文先生精彩分享 我们待会再聊聊另外一个话题啊 我们先休息一下 这个话题先放一下 待会再谈谈这个这个台湾的事情啊 分享一下 感谢斯丁文先生